用最贵的配菜 去配上我的最便宜的飘腔拌面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哎呦啊呦 那今天我们要吃的是什么呢 沙县大酒店的飘腔拌面 啊 给大家看看 但是我这个飘腔拌面 看起来像人家炸酱面 会不会太粘稠了一点哈 我觉得还是我以前吃的 那一家飘腔拌面最好吃 那今天我们飘腔拌面 里面要加的是什么呢 绝世海味的扇贝肉 超级大的鲍鱼 皮皮虾 还有我以前吃到过 最好吃的海铃菇 好啦 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吃哦 先尝一口哈 我的拌面 嗯 这花生酱也太浓了 我们吃一口大鲍鱼 嗯 一点都不行 用最贵的配菜去配上我的最便宜的飘腔拌面 你们那边飘腔拌面贵不贵 我记得我当时吃的时候是五块钱 现在已经要变成七块钱 才过了一年 这物价飞涨 嗯 皮皮虾 嗯 有人帮忙剥下的感觉真好 哈哈 哈哈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海铃菇 你们有吃过这个海铃菇吗 直接有嚼劲 我被辣油 嚣到 嗯 这是扇杯肉 哦 嗯 那我现在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大杂烩拌面哈 那我们先去先开吃哦 刚刚吃起来一点都不爽 现在吃起来比较爽 鲍鱼 嗯 我觉得这次最好吃的是扇杯肉 Q弹Q弹 你们知道我生日咋过了吗 我生日什么都没过 我就象征性的吃了一顿烤肉 还在那个烤肉还挺好吃的 那个叫什么 虎丸烧肉 那个还不错 我发现这个年底的时候啊 不知道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还是大家都这样 就是你知道吧 就是心比较散 就一心就想着出去玩 我刚刚往这个飘香拌面里面 加了一点那个沙茶王 那个沙茶酱 这也好吃 我们要吃一下 哦 你说 好像 それ 这吃的 要是 我们要吃一口 要是 我給嗆到了 最好吃的還是三百種 第二是海鱗菇 第三是鮑魚 我爸自從看我那個烤全羊那視頻之後他說女兒你給我回家也弄一頭烤全羊 然後我給我爸看那個燒焦的桌子 然後我爸說你還是自個慢慢吃吧 然後我爸這個用上海話怎麼說啊 叫老骨菜娘就 所以他叫老骨菜娘就覺得剛剛就是 那句話怎麼說就是比較co的意思 也不是那個co那個co是要帶引號的一種co 可是老骨菜娘就在我生日的時候啊 竟然給我賺了錢啊 以前他都不會轉 現在他都會轉 現在天生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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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最炎,很簡單 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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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容易煮切片 有些吃到嘴巴 是吃過裡面 你真是吃過 中間有些沒吃過 放開 是把魚切片 還有可以吃 你們聽到那個海鱗菇的聲音了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視頻就吃到這裡結束了 這應該是我倒數第二個視頻 今年倒數第二個視頻吧 但我還沒有想好最後一期吃什麼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 有了最後一期直播視頻吧 大家掰掰